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凭挽着她的女孩向我宣示主权 可我并不在意 如同陌生人 面无表情擦肩而过 说好的不许干涉她的私生活 我一向听话遵守 不多问一句 没想到今日的罗浩南却反常地跟了出来 地下车库里 长手长脚的她缩在我的副驾驶位 看起来浑身不自在 我问你 你们女孩子到底想要什么 她怎么总是阴晴不定 容易生气 原来是和林千亿吵架了 为了安抚小三来问正宫 这种事也只有罗浩南能做得出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 压下心底刚泛出的一丝酸涩 没问他们吵架的原因 我认真答复 女孩子只是要个态度 你大度温柔些说好话 多买珠宝首饰 她没理由拒绝 听我说完罗浩南就面露嫌弃 问你也是白问 千亿说得没错 你满身铜秀味 只会把物质金钱看得最重要 千亿和你可不一样 我忽然想起林千亿为了要钱 把我家闹得天翻地覆的场面冷笑道 是你主动问我的 我好心回答到成了我的错了 你会好心 算了吧 她吃笑一声 你若真是好心 就趁早让出罗太太的位置 我现在多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 说着她便起身离开 临别时冷眼看我的眼神 仿佛是看一团脏臭的垃圾 让我瞬间清醒 我说得推开车门 你说得对我们离婚 或许我太过冷静 罗浩南完全不放在心上 调侃的声音 回响在空荡荡的地下车库 行啊 只要你舍得 我和罗浩南三年半的婚姻 虽然没有感情 但是利益交织挫杂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理清楚的 好在我早有准备 当晚我的私人律师 开始着手财产分割 两周后 我主动约见罗浩南 他以为我像从前一样 吃醋找事耍小杏子 别演了 你想要什么就直说 除了爱情 我都可以给你 直到看见我已经签好名字的 离婚写一书 他说得皱起眉 你在胡闹 我不同意离婚 你已经喜欢我十年 曾经发过是只爱我一个 怎么可能和我分胎 我看着他自信膨胀的模样 心底突然涌上一丝悲哀 你也说了 那是曾经 曾经我喜欢你 现在不喜欢了 我们的婚姻形同虚设 不如好聚好散 也好让你和小三有个交代 罗浩南张了张嘴 干巴巴的解释 千亿不是小三 我懒得反驳 把离婚协议书推到他跟前 当初是你求我和你结婚的 既然你先背叛 这场婚姻就没必要继续下去 我用三年时间让罗氏起死回生 拿走3%的股份理所应当 剩余的资产我们四六分 这三年 你为零千亿买别墅送珠宝的支出不小 用的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从你的份额里扣 你一向大方 这点条件应该不会拒绝吧 听我说完这一切 罗浩南才意识到我真的要离婚 你不后悔吗 绝不后悔 他怒气上头 用最快的速度签了字 然后抬起笔的动作僵住 我没给他后悔机会 抽走我的那份离婚协议书 催促道 走吧 趁民政局还没下班 把证领了 罗浩南眼眶泛红 你就这么着急 嗯 很急 我是真的急 生怕夜长梦多 所以趁着罗浩南在气头上 没有思考能力 一鼓作气把离婚证搞到手 我才安下心来 仿佛卸下一身枷锁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在 此时的罗浩南 终于回过神来 反悔了 他突然按住我的车门 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既然 我可以让你任性 但是你不能太过分 你听话 我们现在立刻复婚 今天的事 我可以当从来没发生过 一瞬间 我似乎 透过对方慌乱的眼神 看见了那个曾为了我在秋夜 跳进泳池找项链的男孩 但我清醒地知道 他不是从前的罗浩南 所以我说 你有病 还没说完 罗浩南手机响了 他看到屏幕 瞬间换了张温柔面孔 千亿 我实在没忍住翻白眼 病得不轻 然后驱车离开 将渣男远远抛在后视镜中 对于我先斩后奏离婚这件事 我爸妈没有一丝埋怨 甚至高兴地想要放礼花庆祝 老天开眼 女儿的恋爱脑终于清醒了 我心里酸涩 还好我及时清醒 没让家人一直为我操心难过 我没着急回归祭祀 而是先给自己放了个长假 好好休息 没想到一周后 罗浩南主动找我 我承认以前是我错了 我没想到 你这么不容易 我们复婚吧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我听说了他刚接手罗氏的事迹 他从前无所事事 只会花钱 根本没能力管 弱大一家公司 不过一周而已 他就闹了不少乌龙 把自己也折腾得疲惫不堪 似乎连精神都不太稳定了 这是我预料之中的结果 于是我弯了弯眉眼 没有 我以前没你想得那么不容易 他瞬间红了脸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林千亿呢 你要和我复婚 林千亿该怎么办 我笃定他舍不得林千亿 果然他皱紧了眉头 半晌后 连一句装模作样的话 都不愿意说 生怕委屈林千亿 我心底最后一丝留恋 徐徐消散 罗浩南 你不能有事终无厌 无事下迎春 既要还要 天底下没这样的好事 我太了解罗浩南了 我与他一起长大 他了解我的品性和能力 所以即便移情别恋后 也会义无反顾 将全部身家托付给我 信任我 依赖我 我突然提出离婚 他措手不及 又扛不住偌大的家族企业 只能来求我 却没想到 我根本不想为了他回头 闲来无事时 闺蜜胡可邀请 我去剧组陪他 没想到冤家路窄 才拍了两天戏 客串宁演员提前进组了 是林千亿 我不想搭理他 他却主动来找茬 好久没见到小燃姐姐了 怎么悄悄来了 都不说一声呢 林千亿好像天生的白脸 这么多年从未变过 我忍着恶心斜了他一眼 我爸妈就一个孩子 咱俩没关系 别叫我姐姐 林千亿笑了声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可是这不怪我呀 当初你明知道 我和浩南哥哥两情相悦 却还是用注资罗氏 逼他和你结婚 如今 我和浩南哥哥 好不容易在一起 你难道还想再一次 拆散我们吗 我心头猛的一阵 原来罗浩南是这样 和他解释的 我和罗浩南的婚姻 是他求来的 继罗两家是世交 我爱慕他十年 他也说过 这辈子只爱我一个 直到林千亿第一次 跟随保姆 林阿姨出现在我家后 罗浩南看我的眼神 渐渐淡了 后来林千亿被他资助 出国留学 罗氏濒临破产 他走投无路 求我家注资 见我父母有些犹豫 就顺势提出结婚 那场盛大浪漫的求婚 彻底让我沉醉 欢天喜地以为 他已经回心转意 后来我才明白 他不仅需要钱 还急需一个信的过 有能力帮他收拾 罗氏烂摊子的人 我明明是他的救星 但是面对林千亿时 他将我描述成 一切罪过的源头 把自己身上 懦弱无能 择得甘淡淡淡 装作对真爱 问心无愧 我压着心底的愤怒 直勾勾盯着林千亿 哦 原来这就是真爱 一个心甘情愿 为爱当三 一个连离婚都不敢提 只让你当个无名无分的三 林千亿正主 娇嫩欲滴的脸上 硬是挤出一滴泪来 都怪你 是你一厢情愿 缠着浩南哥哥 他根本就不爱你 他戏里戏外 都是软糯小白花形象 观众和罗浩南 都爱惨了 可惜我不吃这一套 看来罗浩南没告诉你呀 什么 我冷笑一声 缓缓站起身 屈高临下看着他 我不要罗浩南了 已经和他离婚了 他却不告诉你 你猜是为什么 离婚的消息 一旦传出去 必将影响罗氏的生意 我不忍自己的心血 被辜负破坏 所以答应罗浩南 暂时隐瞒消息 只是没想到 他没告诉林千亿 林千亿愣了好一会儿 才明白我的意思 然后不敢看我一眼 像个小丑似的逃走了 我吃笑一声 转过身 见到一个模样干净的男孩 愣愣地看着我 我恍惚觉得 这人有些眼熟 一时间想不起来 点头打过招呼就离开了 自始至终 他都望着我的方向 不发一眼 晚上聚组聚餐 胡可哀热闹 拉着我一起去 只是没想到 竟然被安排和林千亿 坐在一桌 不知林千亿 是怎么和罗浩南求证的 宴席上的他 频频向我看来 仿佛在彰显胜利之姿 连胡可都看出了苗头 你家小三姐 眼睛都快眨抽了 我一顿 不是我家 别瞎说 话音刚落 身旁座位的男生 呛咳了两声 我寻声看过去 和明书顿时面颊通红 还不住地道歉 对不起 我笑了 没事 他正是我下午 遇见的那个男生 那是我学弟和明书 你以后多照顾着点 胡可下午向我介绍他时 还朝我几眉弄眼 怎么样 长得好看吧 我白了他一眼 没应声 但是不得不承认 和明书真的很好看 不仅好看 还极具表演天赋 年纪轻轻 就获得最佳新人奖 必将前途无量 渐远的思绪 被轰笑声拉了回来 一抬头 林千亿红着脸说 我不能喝酒呢 朋友一会儿来接我了 喝醉了不太好 有人起哄 男朋友吧 林千亿垂下眼 没有辩解 我本来还在奇怪 他为什么不打自招 直到看见马路对面 停着的熟悉跑车 我突然懂了他的小心思 这辆高架跑车 太扎眼了 所有人都一窝蜂地 趴在窗口看热闹 好奇林千亿背后的大佬是谁 我则趁机离开 胡可临时 被导演叫走了 拜托和明叔照顾我 他很乖 极有分寸地落在我身后半步 始终和我保持不过分亲近 但也不疏离的距离 只是没想到 我们刚走不远 就听见前方路口的埋怨声 你没告诉我是剧组聚餐 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我们现在的关系光明正大 有什么见不得人 很明显 林千亿想借此机会 曝光和罗浩南的关系 可是罗浩南并不愿意 即便如此 他也不想和林千亿争吵 耐着性子把林千亿哄上车 然后一偏头 刚好看到走到路口的我和和明叔 他动作一顿 三步并两步穿过马路 不由分说地要拉我 他是谁 眼看他过来 和明叔迅速上前将我护住 让他扑了空 罗浩南满眼不可置信 你和我离婚 就是为了这个小白脸 我不由得皱起眉 你别乱咬人 别以为谁都和你一样 道德底下 那他是谁 你为什么和他在一起 这都几点了 你给我好好解释 他呼的拔高声音 眼中似乎要蹦出火花 这是他发脾气的前兆 是谁都和你没关系 我们走 后半句是和和明叔说的 我不想和罗浩南纠缠 他却愈加愤怒 拦着我们不肯罢休 既然 这就是你看上的男人 则 太年轻了 真的喜欢你吗 怕不是对方看上了你的背景 想要走捷径 啪 几乎没有思考 我狠狠抽了他一个巴掌 罗浩南 我想给你留面子 是你自己不识好歹 话音刚落 我姗姗来迟的林千亿 心疼地抱着罗浩南指责我 你怎么能打浩南哥 不知道他还病着吗 我正在气头上 没给他一点颜面 我连你也想打要不试试 浩南哥 林千亿委屈地往罗浩南身后缩 激起他浓厚的保护欲 你有了新男人长本事了是吧 想打就打 你以为你是谁 话没说完 巷子里又响起响亮的巴掌声 没错 我就是想打就打 难道你出轨时候 没想到你老婆会打你和小三吗 这一巴掌彻底激怒了罗浩南 他高高地扬起手 我下意识躲闪 没想到被何明叔拉进怀里 再回头时 何明叔已经和罗浩南扭打起来 罗浩南既不如人 没一会儿就被何明叔死死按在墙上 打女人 怪不得他会和你离婚 这句话彻底冲垮了罗浩南的教养和自尊 他仿佛一个失去灵魂的提线木偶 顺着墙蹲了下去 他蜷缩着在墙角 伸出手握我的裙脚 这对我不公平 你怎么能说分开就分开 都不给我挽回的机会 然然 我想你 我胸口忽然涌起一阵酸涩 然然 这个称呼出现在我青春的每个角落 可是自从林谦一出现后 我就再也没听过了 久到我几乎遗忘 街角渐渐冒出几个看热闹的人影 让我突然觉得空气闷得有些喘不过气 罗浩南 别纠缠了 你现在纠缠不清的样子 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他身形一致 再也没有开口 没说出口的千言万语 都融进这个纷闹的夏夜 再也寻不回来了 等回了酒店 我才发现和明书后肩有一点擦伤 不严重 但是会影响第二天的拍摄 没事的 化妆老师会帮我盖住的 他的好心解释 让我更过意不去 对不起 连累你被误会 还让你受了伤 被前夫和小三找上门 真的太离谱 太丢人 错不在你 你不该觉得愧疚 反而我很庆幸在场 没让他伤害你 他真诚地看着我 仿佛在确认我没有因此自责愧疚 直到我微微点头 他才放下心来 然后拿起点浮棉球擦伤口时 面颊不自觉浮上一层尴尬的红韵 姐姐 要不然帮帮忙吧 智生姐姐叫得我心都快化了 我小心翼翼地擦拭伤口 她不说疼 就这样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气氛忽然暧昧得有些暧昧 让我有点不自在 我心想 真是太久没见过男人了 何明书今年多大 应该成年了吧 我果断掐断心里刚升起的念头 太罪恶了 我想 何明书正是事业上生期 我不能因为一己私欲拖累他 虽然我是人美心善的富婆姐 但是人家不一定看上我呀 想到这儿 我不由得有些难过 我好像没那么自信了 你想什么呢 我一晃神 对上何明书 没有一丝误会的眼神后 瞬间心虚起来 没什么 顿了顿我说 不管怎么说 今天谢谢你 以后你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我一定帮忙 何明书立刻举起手机 迫不及待地说 好啊 那我们加个微信吧 这晚我几乎是逃回自己房间的 若不是我自制力够强 早就把他推倒了 何明书的眼睛 对我有难以描述的吸引力 于是我加了微信后 半分都不敢多留 可是夜半时分 又忍不住看他的朋友圈 配文 我与月亮又进了一步 半个小时前 他发了张月亮 虽然不知道 这条朋友圈的含义 但是照片拍得不错 本着礼貌 我点了赞 剧组里藏不住秘密 有工作人员看到昨晚的争执 虽然不认识罗浩南 不了解内情 但是足够作为今天八卦的谈资 于是我和林千亿出现 立即成为剧组焦点 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 这点小事根本影响不了我 波澜不惊地坐在虎可的保姆车旁 毕竟我没做错事 该心虚的是林千亿 果然他在上午的拍摄中不在状态 贫贫NG大家心里有埋怨 但也不敢多说什么 毕竟都知道他背后有大佬坐靠山 都不想得罪他 但是不包括和他演对手戏的何明叔 NG第七次时 何明叔饶事修养再好也忍不住了 导演 先休息一会儿吧 林老师不在状态 继续拍也是浪费时间 话虽刻薄但是事实 林千亿顿时羞愧难当 不是的 导演 我还可以是 行 休息会儿 导演也忍了好久 没让他说完叫停了拍摄 林千亿当众受了委屈 愿毒的目光投向我 墨镜之下 我肆无忌惮地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怪不得他和罗浩南渣男剑女配一对 原来都不长眼睛 真把何明叔当成我养的小白脸了 只是我没想到 向来平静的何明叔 会如此针对林千亿 你让他丢了面子 很可能会报复你 何明叔耸了耸肩 可是我说的是实话 我想了想没再多问 毕竟是我把何明叔 拖进这趟浑水里的 如果林千亿真要耍什么小手段 我替何明叔挡着就死了 想通后 我回了车上开始收拾行李 何明叔见状问我 姐姐这是要走 我点头 下午就走 休息太久了 该回去工作了 何明叔嗷了一声 眨着心心眼问我 可以带我一起吗 他明天在A市有个品牌活动 小助理临时有事请假了 所以想蹭我的车 这是顺路的事 我没理由不答应 没想到胡可在一旁听完 笑咪咪地扯了扯我的胳膊 孤男寡女共处一车 你要不要早下手围墙 他还没谈过恋爱呢 你抓紧机会呀 我想起昨夜给何明叔擦药的场景 顿时心虚起来 别乱说 我本来已经把昨晚对何明叔 升起的小心思压下去 被胡可这么一搅活 又死灰复燃了 晚上回A市的这一路 我都不知该如何面对何明叔 甚至不敢直视他 生怕自己做出些出格的事来 姐姐 热吗 我摇头 那你怎么脸红了 何明叔煞有介事地看着我 我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含糊说 是有点热 然后调低空调 冷风扑面而来 把我心头的煎熬吹散了一些 你住哪里 我送你 他说了一个我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名字 巧了 我们也住哪 何明叔表情无懈可击 这要巧啊 我最近刚搬过去 对周围还不熟 姐姐有空 可以帮帮我吗 好呀 我欣然答应 没察觉任何不对 回到A市后 天已经黑了 下了车 何明叔礼貌地向我道谢 家里太乱了 今天来不及招待你 该天我请姐姐吃饭 你一定要来 话音刚落 我肚子不争气地哭了声 让我恨不得立刻找个地方钻进去 只想快些离开 何明叔笑了笑 算了 择日不如 壮日就今天吧 说着 他接过我手中的行李 推着我进了电梯 助理昨天帮我简单整理过 家里应该有食材 你别嫌弃 他礼貌温柔 让我连拒绝的理由都没有 这样半推半就 被他带回了家 他家虽然七八个行李箱还没拆 但是丝毫不影响室内的简洁舒适 何明叔拿了瓶气泡水给我 刚好是我喜欢的桃子卫 姐姐随意 我很快的 我下意识嗡了一声 然后就见他梳得红了脸 不是 哎 算了 向来温润有礼的男孩 略显局促地进了厨房 我好一会才明白他话中含义 心底不由地有些发痒 半个小时后 穿着围裙的何明叔 端着两份牛排 和意面从厨房走了出来 让我心底封闭许久的枷锁 突然有些动摇了 这幅场景 在我和罗浩南结婚后 曾出现过 那天 我为罗氏敲定了一笔大订单 罗浩南煞有介事亲自下厨 要为我准备烛光晚餐庆祝 可是他进厨房没多久 就接到林千亿的电话 他提前回国了 想让罗浩南去机场接他 罗浩南毫不犹豫撕掉了围裙 千亿在这里没有朋友 我不能让他一个女孩子 夜里一个人在机场 太不安全了 他对林千亿 关心盖过了对我的承诺 我忍着心口的酸楚 头一次对他低声下气 苦苦挽留 让司机去 你答应今天陪我的 既然 你别不懂事 然后推开我的手 头也不回冲进夜里 我在那一刻突然明白了 原来他从来都没忘记过林千亿 当初林千亿想要留学时 他毫不犹豫 支持他追求梦想 后来林千亿成绩太差 被退学后 他又想办法让把林千亿包装的 漂漂亮亮 送进娱乐圈 甚至林千亿为了流量 凹单身人设时 罗浩南都义无反顾地支持 这才是罗浩南的爱 无私 大度 他对我 只有年少残留的喜欢和信任 让他不得已选择我 看清一切后 我对罗浩南不再期盼 全身心投入工作 直到在罗氏的成就开花结果 在合适的时机提出离婚 拿走本该属于我的一切 这顿饭吃得我心圆一码 我贪恋地在和明书身上吸吮 我没得到过的温柔 但又清晰地知道 眼前人是和明书 奇怪的是我并不抗拒 甚至欲加留恋 怎么样 味道还可以吗 和明书期盼的目光中 我用力点头 没想到你还会做饭 上学时候不想吃食堂 只能自己做 不过我最擅长的 其实是中餐 今天时间来不及了 下次请你品尝 我心里藏着是 没思考就印下了 根本没捕捉到 他眼里的得意 和明书似乎看出我的局促 等我吃完没多久 就主动送我回去 他礼貌地将行李搬进我的房间 站在门口温柔道别时 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 姐姐 你很好 你值得这世上所有更好的 我似乎看见了他眼里的心疼紧张 不明所以 只是礼貌地笑了笑 他却忽然将我拥进怀里 只一瞬就分离 晚安 姐姐 下次见 说完这句 他就匆匆离开 有我愣愣站在门口 心头泛起暖意 我离婚后 我爸立刻把退休提上日程 你就该早点回来 自家公司不上心 非得给罗浩南收拾芝麻大的烂摊子 话操里不操 罗家曾经辉煌过 但是自从罗家长辈离世 把公司交给罗浩南后 就直直走下坡路 要不然 当初也不会落得个亏损严重 濒临破产的境地 我和罗浩南不同 上学时 他就和林千亿混在一起 说我古板固执 只会学习 我还因此伤心流泪过 但是庆幸 我没放弃自己 因为我比他更清楚 我肩上的责任有多重 所以被他嘲笑排挤的我 才可以在多年后 挽救即将倒塌的罗氏集团 成为他不得不依赖依靠的人 罗浩南最近变了 上次吵架后 他故意远离了林千亿 他化身工作狂 几乎一天24小时 住在罗氏大楼 上周刚拿下一个合同 所有员工如同打鸡血 心中充满希望 林千亿在剧组无缘无故 发了几次脾气 罗浩南都亮着他没去哄 他再也忍不住了 杀青当天下午 就跑进罗氏大楼 听说他们俩在办公室 大吵了一架 最后传出来的是 林千亿的抽气 和罗浩南的哄劝 那天所有罗氏员工都看到 高高在上的总裁 怀抱炙手可热的女星 提前下班 彻底证实了 我和罗浩南离婚的传言 更巧的是 有人将这段视频发到网上 标题是 罗继联姻破裂 罗氏总裁另有新欢 似乎是被人引导着 评论里全是夸林千亿的 听说罗总和千亿是 青北竹马破镜从园 祝福祝福 果然女人不能太强 容易被抛弃 千亿是留学高材生 还是一线女星 谁能不爱呢 偶尔有几个怀疑 林千亿是第三者评论出现 就会被立刻举报 压下去 不难看出 这是林千亿故意设计的 话题升到榜首时 我收到林千亿的短信 浩南哥是我的 你永远都抢不走 我只觉得 他蠢回复他 祝福所死 热度来得快 降得也快 根本不用我出手 罗浩南比我还着急 离婚的消息藏不住了 罗氏因此丢了几个合同 罗浩南纵然生气 也舍不得怪罪林千亿 甚至变本加厉的宠爱 一场慈善晚宴上 林千亿穿着 纯洁无瑕的高定礼服 晚着穿着罗浩南出席 宛若一尘不染的天鹅 看见我的时候 他张扬地勾起唇角 他颈尖的钻石项链 实在碍眼 让我不自觉皱了皱眉 林千亿误以为我吃醋了 摇曳着胜利者的身姿 走到我跟前 祥然姐姐 谢谢你及时放手 成全我和浩南哥 我的视线落在项链上 语气淡淡 项链挺好看的 这是浩南哥 珍藏在保险箱里的 就因为我说喜欢 他就让我戴上了 好看 可惜你不配 什么 在林千亿愣神的瞬间 我用足力气 将项链 从他脖子上拽下来 你做什么 他顿时惊呼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罗浩南大跨步赶过来 看见我手里的项链时 挣住了 连安慰林千亿都忘记了 对不起 我忘了 这是罗浩南 送我的唯一一件礼物 那时林千亿还没出现 所有人都知道 罗浩南喜欢我 我对这条项链爱不释手 他的兄弟们 为了调侃他 抢走项链满院子跑 却不小心将项链掉进泳池 我委屈地红了眼眶 他没有一丝犹豫 跳进了秋日冰凉的泳池 冉冉别哭 我是你的谁都抢不走 可是他背弃了自己的誓言 遗忘了这条项链 我拿着冰凉的项链 深吸了一口气 这是我丢掉的东西 你不配它 林千亿以为我在讽刺 扬起香槟颇向我 我下意识躲闪 对宽大的西装兜头罩住 没事吧 和明叔问我 我摇摇头 抓起桌上的红酒 泼了林千亿满身 在他的尖叫声中 历声质问 从你跟着林一来我家 你就试试和我争 争我爸妈的夸赞 争林一的照顾 争罗浩南的喜欢 连罗浩南车祸进医院 你都要争着照顾 装出一副泥 是他救命恩人的样子 可是导致那场车祸的 不是你吗 你到底想要伪装什么呀 林千亿完全没想到 我会在大庭广众之下 说出这些成年往事 下意识拽住罗浩南 可是罗浩南 仿佛整个人被雷劈了一样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 你刚才说什么 我厌倦地扫了他一眼 没有搭理 他就推着和明叔离开 可是罗浩南竟然追了出来 死死拽着我的胳膊 一言一顿地问我 你刚才说 是你救了我 不是千亿 我觉得莫名其妙 怎么 你失忆了 罗浩南骤然松开手 眼里闪过无尽的悔恨 对不起 是我瞎了眼 我不该不信你 我正了正 忽然明白 他为何执着地喜欢 纵容林千亿原来 是把他当成了救命恩人 高三那年 林千亿跟随保姆林一来到我家 林一的丈夫酗酒 他们早早就离婚了 林千亿跟着男人 直到他酒后意外身亡 林千亿不得已来投奔林一 林一人好 我们对他都很尊敬 所以对林千亿也很热情喜欢 但是他不喜欢我 他贪慕虚荣 把我当成假想敌 试图抢走我的所有 罗浩南喜欢吃甜食 他生日那天 我亲自为他准备了生日蛋糕 林千亿不甘示弱 自作主张做了奶茶 送给罗浩南 可是他不知道 罗浩南有严重的花生过敏 在回家的路上 罗浩南因为突发休克 出了车祸 我在他床边守了一夜 刚好第二天早上出去找医生时 他醒了 第一眼看见的 就是刚来医院的林千亿 不知道林千亿和他说了什么 等我进去后 罗浩南并不太待见我 我当时只以为他车祸后心情不好 根本没想到 是林千亿篡改事实 回忆渐渐抽离 林千亿像个小丑一样 试图向罗浩南解释 可是罗浩南全部置之不理 他红着眼望向我 一开口声音里竟然带了哭腔 冉冉 对不起 我不该不信你 满腔委屈 几乎要喷勃出来 我下意识躲开他的拥抱 亮腔了几步后 快速离开 一路上 和明书默不作声开着车 给我留下足够的冷静时间 窗外滑灯与我擦肩而过 像急了我与罗浩南 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相信林千亿 并非林千亿的性格长相 容易让他轻信 而是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 他那时已经开始喜欢林千亿了 救命之恩只是他为移情别恋预留的借口 时间久了 连他自己都信了 而我太蠢太笨 用了好些年才明白 能被他轻而易举丢弃的感情 不值得我付出珍惜 我要的是一心一意义 他给不起 我不抢求 想通后 我忽然觉得一切都豁然开朗 只是路边的繁华渐渐散去 车开得越来越远离市中心 我们去哪儿 去看月亮 和明书深深看了我一眼 缓缓将车停在路边 他说 姐姐 你说过我有需要就找你 我想请你看月亮 可以吗 他的眼睛里似乎有漫天星辰 我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得到准许的和明书弯了眉眼 再次驱动车辆 半个小时后 车稳稳停在山顶 和明书打开顶棚 如水月光温柔地撒在我们身上 我不明所以 但是莫名的眉 有一丝害怕 许久后 和明书突然问我 姐姐 你有多久没有看过月亮了 我吸了吸鼻子 记不得了 城市里想不起来 抬头看月亮 和明书笑了 可是我每天都会看 我突然想起 他朋友圈那张月亮的照片 心想这人也太文艺了 影视成高楼少 的确挺适合看月亮的 他却突然笑出声 我曾在大学时见过一个人 他如月亮温柔坚定 我此后一生都忘不掉 可惜当时我太渺小 月亮看不见我 我用了好多年 才能站在他眼前 他吸了一口气 深邃的目光将我笼罩 所以姐姐 你现在愿意看看我吗 我呆呆地看着和明书 好一会儿才明白 他说的人是我 我努力回想 终于在记忆里 找到他模糊的影子 大三那年 罗浩南和林千亿在一起了 我知道自己不该难过 但是情绪是最难控制的 胡可心疼我 要不喝一顿 一罪解千愁 罪管用 我摇头 不行 明天有考试 拜托姑奶奶 你家大业大 就算这门考试挂科 也不耽误你以后成为富婆总裁 别把自己绷太紧了 偶尔偷个懒没关系的 说实话 我当时是有些犹豫的 可是自幼笃行的信念 让我学会自控 不对 我说 我不是害怕挂科 我只是不想让酒精麻痹自己 我应该学会控制我的情绪 说着 我深吸了一口气 失恋后伤心难过是正常的情绪 我不想压制它 更不能放大负面情绪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我不会因为失恋而做出傻事 也不会因为它不爱我 放弃成长 我要做强大的自己 总有一天站在高处 让我敬我 尊重我 至于它是否会爱我 那是另外的事 那时就知道我要做高山之殿 我可以喜欢一个人 但不会因为他的离去 要死要活 我有坚定不移的目标 即便旁人会说我无情冷漠 也要义无反顾 因为作为一个人的前提 是爱自己 可是当时说这些话时 我完全不记得房间里 还有一个刚入学的男孩 你当时完全没看到我 我犹豫好久 想要你的联系方式时 你已经和学姐走了 再后来 我拍了第一部戏 终于鼓足勇气 找学姐要你的联系方式 他却告诉我 你和姓罗的结婚了 说着何明书叹了一声 说到底 怪我当时没有勇气 好在我终于等到你回头了 他单手撑着车窗 温柔地与我对视 姐姐 要不你看看我呢 突然的告白 让我不知所措 眼看他越来越近 我下意识闭上眼 可是预想的亲吻没有发生 反而是个温柔且有力的拥抱 你慢慢想 我可以等 只要你愿意 我一直都在 那晚的月光 让我干枯许久的内心发了牙 我情不自禁地握住他的手臂 留下不知名为委屈 还是激动的眼泪 化作夏夜晚风 与过去告别 我们在山顶待了整整一夜 何明书抱着我说了会话 最后沐浴月光沉沉睡去 孤男寡女 我却没有一点不自在 甚至出奇地感到安心 第二日一早 他在赶回片场前 将我送回了家 没想到电梯门打开后 我看见了罗浩南 他撑着墙缓缓站起 视线落在我身上宽大的男士西服上后 神情有些难堪 然然 你昨晚去哪了 去哪都和你没关系 我们已经离婚了 擦肩而过时 罗浩南握住我的手腕 对不起 当初我不该不信你 他几乎用足了力气 言辞恳求 我们能不能从心开始 我不会再让你伤心了 好不好 然然 我从未见过罗浩南如此狼狈 可是我心里再也不会 因为他泛起一丝连衣 没机会了 罗浩南 我一根根扳开他的手指 声音尽可能平淡 不管是因为误会 还是因为你对情感难以自控 都没办法改变你背叛的事实 我们分开是最好的结局 请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 而后 我毫不犹豫关上门 彻彻底底 将罗浩南关在我的过去 罗浩南和林千亿分手了 林千亿不答应 即便死缠烂打 罗浩南也不愿意见他 没过几天 有人扒出晚宴那天的插曲 林千亿塑造已久的 荧幕形象被颠覆 被网友骂是偷人精 想偷别人爸妈 还想偷别人男朋友 这女的好自私啊 我还以为她是名媛学霸呢 原来身份都是男友给伪装的 而且还是被退学的学渣 渣男贱女 刚好配一对 鸡大小节食残 还好恋爱脑不多 及时止损呀 怪不得我总是喜欢 不起来林千亿 看来直觉又就我一次 林千亿不堪受辱 蠢到去散播我出轨 和明书的消息 却不知道 营销号根本不敢得罪我 反手把消息送到我手上 我没犹豫 动用所有的资源 将林千亿封杀 同时报了警 面临拘留15天的林千亿哭着 求我原谅 我看着她感觉林一为她付出的一切都不值 你知道林一为什么回老家吗 林千亿愣住下意识反驳 不知道 不 你知道 当初你为了买奢侈品包 偷我的钱 我们没有声张 不是因为没发现 是林一怕你会因此有犯罪记录 求我们不要说出去 她说子不叫母之过 所以你的错她来承担 她替你还了钱 再也没颜面在我家继续工作 所以才回了老家 林千亿 你以为她故意抛弃你 一个人在城市里吃香喝辣 可是你不知道 她的每一分钱 都是辛勤劳作换来的 我们尊重林一 所以善待你 可是你根本对不起 我家任何一人的善待 你不配 隐藏许久的伤疤 被骤然揭开 林千亿难以接受事实 哭着大喊大叫 我置若罔闻 大步离开 山顶那晚过后 和明书彻底撕掉了 我与她之间的最后一层隔阂 化身黏人小狗 每一天钻进手机里 喊我姐姐 姐姐 她不追问我的回答 却毫不吝啬对我的爱意 连胡渴都看出了苗头 不容易 她忍了好几年呢 终于快熬出头了 我不忍心辜负她 在第二次见面时告诉她 我愿意 话音刚落 江岸烟花升起 和明书缓缓单膝跪地 为我带上一枚简单的撰戒 姐姐 我不会辜负你的 谢谢你答应我 这天晚上 我靠在她怀里 不住地欣赏撰戒 不得不承认 和明书的审美在线 让我挑不出一丝毛病 这是求婚吗 不 告白而已 和明书忽然红了脸 求婚的话太简陋了 不能委屈你 我忽然凑近 在她唇边落下轻轻一吻 当作求婚吧 我喜欢 她瞬间瞪大了眼睛 欣喜将我拥入怀中 她的眼泪落在我肩头 烫得我一阵色缩 将她抱得更紧 我不再闪躲直面内心 我足够优秀美好 可以无惧年龄的世俗的观念 我就是要大胆承认 我爱她 第二日一早 和明书急吼吼拿了户口本 带我出门 却在民政局门口停下脚步 试探的眼神看向我 我牵起她的手 给她坚定不移的底气 当天下午 和明书在微博同步公布了喜讯 她是实力派演员 粉丝都是演技粉 没有气愤怨恨 全是友好的祝福恭喜 我也在朋友圈发了 结婚证的照片 朋友圈欢声一片 除了罗浩南 她给我发了消息 等我点进去 发现她已经撤回 所以我没放在心上 却在晚上接到了她的电话 对面是她的朋友 既然姐 你快来接南哥吧 她喝醉了 谁的话都不听 我们也不敢和她硬来啊 我有些烦闷 你把手机给罗浩南 电话对面短暂的安静了一会后 响起了罗浩南的哭诉祈求 为什么你不要我了 你明明发过誓 此生只爱我的 我听着手机里传出密密麻麻的燃燃 深吸了一口气 罗浩南 醉生梦死还是好好活着 都是你自己选的路与我无关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是否听得进去 就看她的本事了 可惜我再一次高估了罗浩南 她的确被我的话警醒 认认真真努力工作 可是能力不足 又因为固执己见出了几个大的错误 导致罗氏再一次出现危机 我再次见到她时 她满身烟酒气味 抬头望着我的眼里 已经没有曾经的光亮 能不能再就一次罗氏 你把我当成什么 罗氏的靠山吗 她正了正 牵强地扯动嘴角 也是 你现在没有理由帮我了 说着 她递给我一份文件 是股份转让书 我能力不如你 没办法给员工们 一个更好的交代 但是 你可以的对吗 我皱起眉 难以想象她内心经历过 怎样的挣扎 才下定决心 许久后 我缓缓接过股份转让书 没错 我可以 罗浩南如是重负 苍凉地问我 然然 如果没有零千亿 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分开了 我愣了一瞬 没有如果 罗浩南好似早就 猜到了这个答案 沧桑地转过身 一步步朝外走去 临别前 我听见她微弱悔恨的声音 对不起啊 让你失望了 把公司交给我后 罗浩南离开了A市 我再一次费心费力 盘活了罗氏集团 对此 和明书没有一丝怨言 它是你的心血 你舍不得是应该的 我要做的是支持你 绝不会做你事业路上的绊脚石 和明书懂我 满足我对另一半的一切要求 我无数次在月光下 感谢上天的馈赠 没让我与相爱之人擦肩而过 和明书不置可否 靠天靠地 不如靠自己 姐姐 你该多谢谢我 是我坚持没放弃 我点点头 看着它温柔的眉眼 心头生出数不完的浅犬 谢谢你 现在月亮想要拥抱你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